車大廠特斯拉因為自駕功能引發安全疑慮 可能導致車禍發生 正在召回美國三十六萬多輛的汽車 並提供汽車軟體更新 根據美國財經媒體CNBC報導 召回的車輛是配備有FSD Beta版的全自動駕駛軟體 包含了二零一六到二零二三年份的 Model S跟Model X 二零一七到二零二三年的Model 3 跟二零二零到二零二三年的Model Y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指出 配備這個版本軟體的汽車 在十字路口通行時 可能會在只允許轉彎的地方持續執行 Geta停止標註時卻無法完全停止 一起碰上黃燈標示 未能依照規定 有一四周就進入十字路口 再開啟小鈴鐺